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的天气很给力 原本闷湿难熬的六月黄梅迟迟未见到来 不仅如此 这次回来觉得上海的绿化增加了不少 空气质量也好过之前 愉快地陪他在上海住了快一个月后 看着暑假回大马的机票一天比一天贵 我们还是商量着决定先一起回马来西亚的家吧 等开学前再让他自己回墨尔本 当然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老小孩听当地的朋友说 一年一度的冰城榴莲季就快结束了 还要排队啊 怎么还没进去就要排队的了 今天这两位想必大家不陌生 在之前的视频中就有提到过 虽说是后来在冰城认识的上海老乡 却和老公成了好朋友 走之前他约我们来这里见个面 以前我总觉得富春的小龙出名 这回朋友点了几个菜 我发觉他家的菜炒得也不错 是非常正宗的本帮家常菜的做法 我在想来旅游的朋友 如果想尝地道的上海口味 是可以试着来尝一下的 就是生意比较好 也不接受预约 一般都需要等位 朋友因为暂时放不下上海的事 可能要过段时间才能回大马避暑 特别请我们再来吃顿上海菜 算作提前告别吧 那好 我们就在冰城等你们了 有预约的 我去找一下我朋友好吧 因为他们已经预约好了 没有已经啊 态度都没有好了 好好做 好 谢谢 你先坐过去吧 哎呀 累了 我们的女强人终于来了 这两位大家也都认识吧 我的好闺蜜 每次回来都要见的 这次回去前 大家还把孩子们都带出来又聚了一回 你妈妈管得你很紧的是吧 你觉得妈妈是不是管得太厉害了 无论是小学三年级 就被全职妈妈监督着 考了不少证书的帅哥弟弟 这个是草莓姐姐对吧 小包同学吃了吧 草莓姐姐死干嘛 你觉得呢 中口口好了 还是妈妈忙于工作 根本无暇顾及 学习却很优秀的学霸弟弟 女儿都和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 十年后孩子们会变成怎样 我不知道 但至少学生时代就是好朋友的我们 应该还是会常常见面的 我已经好几年没来吃海底捞了 既然他在国外这么火 女儿也没来过 我就好奇的约在了这儿 现在吃火锅都会做之后的 啊不是不是不是 只有海底捞有这个服务 你能做的吗 买过海底捞的吧 好像我们没有带你来过 阿拉伯来吧 都跟阿拉雅刚来要吃一趟嘛 一直没有机会 反正这次回去之前的话 跟阿拉雅来吃一趟 没好 韩国家餐也是饭走 啊 就不汉饼 你不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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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遵 worsh衹 你不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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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饿了 我国家餐鱼 别汉鱼 说实话,海底捞的服务还是那么的好 虽然价格在火锅界来说不算便宜 但我猜,大家对于来吃了点什么 其实也不是太在意 更多的是来体验那份感受的 听说我们要提前回大马 亲戚们都很意外 特别是家里的舅舅阿姨 他们觉得为什么这么快又要回马来西亚了 他们哪里知道 他们的大姐,也就是我妈 每天嚷着榴莲药下市了 催着我们回去呢 所以我提前去订了晚餐 今天约大家来家里聚聚 确实又要过短时间再见了 等了久了对吧 小姑娘要了个几生啊 她说她晚一步过来 我们快点先过来吧 等了我问你一下 那个酒都来了吗 网上订的 酒来了 我看一下 你打开来看一下 对不对 这是早新酒耶 对啊 早新酒 早新酒 你要吃好酒 我选了八年醇 没问题吧 现在上海一些餐厅可以自带酒水 因为家人的祖籍在绍兴 所以我就订了些酒水饮料 现在送货上门真的很方便 我现在网络很方便 这么重的东西都把你送上来了 来了 哎呦姑奶奶啊 你总算来了 你总算来了 你从我家到这里 我去留一张 你都等一样来啊 吸气一样就好呀 老小还是我们家的颜值担当呀 我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长大 家人的感情都很好 遗憾的是我父亲在前些年去世了 因为只有我一个孩子 所以几年前 当我决定搬去大马的那一刻 就打算好 要常把妈妈带在身边 好在老公非常的理解 也和老小孩的关系处得不错 这一切让我觉得很欣慰 没有什么比家人聚在一起 更美好的事了 那晚大家都很开心 我们也带着愉快的心情 准备出发了 哦 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 哦 电话包对吧 电话包对吧 谢谢啊 多客气 哦 最后一刻 总算是来了 哇 这个电话包怎么拿哦 一包都没红啊 你待会看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你还是这么帮它包起来 我一干的去 它怎么办 它要三生的 哎 你过来看一下 这个大小可以吗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上车就好了 女儿都要跟爸爸一样高了 他们长大了 我们都试试了 回来可以大海上线了 我说回来要减肥了 现在是榴莲季节了 榴莲季节大概要过了 分享生活是一种乐趣 感谢收看七零浩漫生活 我是金宝宝 我们下次再见